张开艳丽的红旗准备战斗 头上戴纸晶级 代表治疗过程中 由如披荆斩棘般重重过关 这幅取名斗鱼的作品 莫得第十届彩绘希望绘画比赛并有组第二名 我会画斗鱼是因为我想说 我这么努力在抗癌了 结果我进来又复发了 那我复发我就觉得说 我不想放弃自己的生命 我还想活下去 癌症希望基金会 举办第十届彩绘希望绘画比赛 31幅得奖作品 在台中海线的医院展出 希望说能够把这样子的一股力量 带到了各个医院去 然后正在和癌症 正在搏斗的这些病友 和他们的家族 能不能给他们一点点力量 然后也收得到 我们的满满的祝福和支持 癌症的治疗 不会是只有单纯医学专业的部分 包括病人的身心灵 包括艺术 包括音乐 包括家庭 包括一些人文对他的一些感受 那这样可以让他的癌症治疗更顺利 他的恢复会更快 癌症希望基金会表示 彩绘希望绘画比赛 得奖作品包括儿童特别组 癌症病友组 病患亲友组 以及医疗团队组 希望借由巡回展出 鼓励抗癌路上的伙伴 更有力量前行 新航亚台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语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